你的广告合法吗 企业在中国境内发布广告 需要遵守广告法 反无正当竞争法 价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如果企业对这些法律法规不予了解 在广告中进行过多的艺术性修饰 那么很有可能导致广告违法 从而受到停止发布广告 罚款等行政处罚 情节严重的 甚至有可能会被吊销营业执照 因此 作为企业的法务或是合规管理人员 需要对广告进行合规性审核 防止因不恰当的广告而给企业带来损失 下面让我们来看两个常见的不合规广告示范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款购物的法律APP 即刻下单立即提现全网最优惠的购物平台 用它购物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哦 最优惠 最极提现 没有你买不到等都属于绝对化用语 违反了广告法第九条规定的不得使用绝对化用语的规定 可能会被处以责令停止发布广告 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会被吊销营业执照 另外需要提示的一点是 最佳 极致 完美 最好 这些都属于广告法所明明禁止的绝对化用语 在广告中我们应当尽量避免使用这些词语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 如果使用承诺提现等方式进行广告宣传 那么还需要注意是否存在注册会员 购物付款等前置条件 这些前置条件也应当在广告中写明 没有写明的可能会被认定为虚假广告 除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 可能会被处以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 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 或是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还有可能会被吊销营业执照 五公司产品比A公司产品便宜约30% 且照应小赚数高是您的实惠之选 根据广告法第13条 广告不得贬低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 违反该条的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 对广告主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因此如果需要通过比较的方式来通充商品的优点 那么建议企业对自己的同类商品进行比较 同时应当显明比较的方法条件等 且应当有真实的比较实验数据作为支撑 如果需要对实验数据既定引证引用的 那么还需要增加注释 防止消费值产生误解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两个案例呢 都是广告合规方面比较典型的错误案例 事实上全国各地的广告违法案例也是层出不穷 各种恩机用语五花八门 仅凭这一两个案例呢很难解释清楚 建议企业在进行广告宣传之前 还是咨询广告法领域的律师 可以在企业内部进行广告合规培训 或者是对广告内容进行必要的合规性审核 这样呢可以尽可能的减轻广告违法的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